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合作社有新上架一款澳洲牛筋 但因为我们的预购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现在才把这支影片推播上来 我在这一整道料理里面用到的调味只有 大红袍 花椒粒 马告 还有八角 大茴香 就是你画面中看到的这三个 然后呢 蒜头 我教过大家 如果你是要炖汤的话 我们就尽量不要剥皮 连皮一起 也可以斟酌使用卤味包哦 不过我自己是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味道对我来讲太重了 然后还有台湾海盐跟生抽 生抽是我最常用的调味品 画面中带大家看到 我还用了优质牛肉条一起 这个料理我用的是压力锅来炖 你也可以用一般的锅子 都没问题的 只插在时间的长短 我先用压力锅的煸炒功能把洋葱炒过 然后我再把牛肉条跟牛筋 还有一些红萝卜 你看到的一些我刚切好的材料 都依序的放进来 也都稍微过炒一下 先把一些油脂逼出来 然后先把食材的香味炒出来 画面中看到这个牛筋啊 处理的非常好 而且很漂亮 它是来自澳洲天南纯洁的环境饲养的 以放木炒室为主 首领前100天以内在鼓舞饲养 大家看到我还丢了满满的牛番茄 因为在炖牛肉料理的时候啊 你有加上牛番茄 它整个牛番茄加上油脂炖出来的那个汤头啊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喝 非常的赞 所以如果你要做炖肉料理啊 尽量我们就使用番茄一起下去炖 因为要炖牛筋了 所以我就顺便连牛肉条一起 一样都是设立脸 这个牛肉条啊 牛汁也是一样放养在澳洲 阳光普照 雨水充沛的广大草原 一样都是天南木草饲养的 所以这两个一起炖起来啊 有红烧的感觉 因为我还加了杏鲍菇 然后还加了面肠 这一锅料理非常的丰富 其实大家在炖肉料理的时候 就是你喜欢加哪些东西 你都可以一起放进去 那记得我觉得牛番茄很重要 还有生抽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